大家好,屁屁叔 今天全世界最大的新闻 2月16号,全世界最大的新闻 俄罗斯的普京总统居然没有打乌克兰 而是宣布把军队部署在乌克兰边境的军队 人家撤回去了 真是,太不给力了 现在很多个流氓政客都看傻眼了 我们都知道,早在4天前,拜登就说了 2月16号,普京一定会开打乌克兰 包子林其实也在压赌注 希望普京开战,一开战他自己就有空间了 他就不是世界热点了,世界热点就是普京和乌克兰 挺有意思 结果普京把所有的人都骗了 老流氓,的确有智慧 所以这个事跟大家说,挺有意思的 在说之前,我要吹嘴自己 吹嘴吹嘴自己 我这几天天跟大家扯闲票 但是我的直觉判断力 那绝对是一等一的 真的,有些个事情 我是第一个说 也是基本上一说一准 比如说普京和乌克兰的事情 我就说我绝对不会打 放心好了,绝对不会打 我说我也没什么理由 我就凭我的直觉 人家绝对不会打 除非普京吃头要了 吃头枪要了差不多 韦哥吃头的差不多 否则他是不会打的 很多人在这里分析 有些个流氓媒体 流氓政客 还有有些个搞自媒体的人 在那里 完了,普京这个独裁的 要打乌克兰了 世界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了 我心想你的丫头什么质 我说对了吧 不打 第二个就是徐州的事情 徐子八的事情 第一个出来的时候 我就做了节目我就讲过 习主席绝对是不会管这个事情的 绝对是不会管的 你就看着吧 你任凭你中国的屁民怎么民意汹涌 习主席绝对不会管 而且说不定还把它总结成一个 那个徐子八的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丑老公是不是 那个强奸犯 说不定把它树离成一个雷锋 新时代雷锋 向他学习都有可能 这个我说中了吧 他不会管的 还有早之前 我都天天说的一些个事情 你比如说不要打疫苗 我也不懂科学 是不是你跟我说科学没用 因为我心里明明白白 我特意找了一个这个疫苗的那个 那个包装盒 我仔细读了一遍 还有你们的说明术读了一遍 这个有些字也不认识 是不是 然后没关系 用这个用这个Google翻译 是不是 真的 读了一遍 写的清清楚楚 那就是一个实验品 还没有完成这个动物实验呢 死了以后有什么事了 不负责任的 你干嘛要打呢 不有毛病吗 还有就是口罩这个东西不要打 戴口罩的事情不行啊 你这个影响呼吸知道吧 你会生大病的 结果现在很多国家都现在都解除了疫苗吧 限制吧 解除了强制吧 也不要去戴口罩了吧 也放开了吧 哎呦 你就且等着吧 我也没什么智慧 我就说非常普通的 什么都不是的一个人 但是我就凭我的直觉判断力 再话说回正题啊 吹牛逼吹完了啊 完了以后 你看这个普京的和乌克兰的事情啊 他真的就撤走了 而且说我们国防部就是要搞一个军事的演习 你有意见吗 是不是 但是普京他这个孙子特别狡猾 他达到了他的目的啊 他的目的就是什么 两个目的 第一个就找中国要钱 一次说我把军队调过来 我还开打了啊 这个我一打你的 你的全世界的焦点就转移了 你就可以成绩去收拾台湾了 或者至少你可以摆脱这个武汉病毒的 对全世界对你的围剿 是不是 那个而且说不定你就可以 有人说了吗 普京一开打乌克兰 中共至少再转20年的时间 闷声发大财 习包子就就就就成功的解套了 所以习包子特别的重视普京来这个中国嘛 什么来北京奥运会嘛 其实他普京在中国来奥运会现在没办法 他也没有资格参加奥运会 因为他还说制裁呢 是不是所以有人派他说 你看普京在这个奥运会的这个开幕式里面 坐在最后边 为什么不做前台 不能做前台 那他跑到中国来干嘛呢 当然是找什么细胞子要钱呢 我之前说是8000亿 你也说少了 我们这些的批民呢 还是还是太善妙了 真的 一万亿啊 正儿把你官方释出来的消息 一万亿的单子 就这么简单 还有很多的其他的这个附加条件 包括青岛这个海港 让俄罗斯的军队永久使用 那青岛以后就是一个殖民地了 俄罗斯的殖民地了 你知道吗 你要知道这个日本跟美国它是盟国 我国家层面是盟国完了以后 美国的军舰停在这个日本 还有美国军舰停在韩国的釜山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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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川什么的 我告诉你啊 韩国人日本人隔一段时间就去返美 真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港口就是美国的港口吧 那我们还有国家的主权吗 你想想青岛就是这就包子一句话 就是就给了这个什么给了这个俄罗斯 所以他赚总了是不是赚了一万亿 然后普京还赚了一笔就是什么呢 就是成功的阻止了这个什么 乌克兰想加入北约的这么一个行动 是不是 你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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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试试看看是我不弄死你 结果人家这个乌克兰马上就也宣布声明了啊 说我暂时没有放弃加入北约的这个想法 但是暂时搁置 所以普京是西边和东边两边都胜利 两边都赚的是盆满钵满 这家伙太聪明了啊太聪明了 然后我们看看乌克兰 乌克兰这个人这个国家也是一样的啊 他就是人家说乌克兰的总统啊 是一个一个演员出身特别好演戏 那乌克兰的总统骗谁呢 想骗谁的钱呢 骗拜登的钱呢 说是拜登呢就是因为国内无法解套嘛 舞弊的事情疫苗的事情啊 哎呀各种经济的事情 乱七八糟你知道吗 他这个没法解套怎么办呢 就忽悠这个乌克兰 反正乌克兰是个小国家嘛 你死不死的关他什么事是不是 你加入北约 乌克兰的总统也不是好惹的 也是一个戏子啊也是演员呢 也是巨聪明你知道吗 绝对高手也是一流氓我跟你说 那时候可以啊我加入北约吧 那你拜总统你给我点钱呢 拜总统大笔一挥给他多少钱 十亿美金 那当然呢十亿美金和一万亿人民币比 那当然是乌克兰拿的钱是小钱呢 普京拿的钱是大钱 那总归他拿到十亿美金呢 这会儿两个两个国家 乌克兰和普京同时宣布 不可能打仗啊 所以就撤回去了是不是 所以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你看到没有 所以我们看国际的局势 其实你不需要那么多知识 你保有一个常识就可以了 就是所谓的直觉判断 你说不出道理出来 你就感觉他不会打 就这么简单 这个就这么感觉 我们趁着直觉吧 你有没有呢 你如果没有的话 你基本上你就出来装叉 你没有别的选择 我跟你说 哪我以为你看到什么 其实你啥也没看懂 最蠢的啊 这个就是那或者说 最想不通的就两个人呗 一个人就是包子里呗 一个人就是拜登呗 拜登花了十个亿 所以以为乌克兰会加入北约 完了以后这个忽悠 他觉得按照他的这个政治推算 知道吗 他一定一定会相信 普京肯定会开战 那我要是普京的话啊 如果说我要是普京的话 如果乌克兰真的要加入北约的话 那我肯定会打 但是乌克兰的人他不傻 他为什么这会儿要这个什么 普京要要开打的 有什么意义呢 是不是没有什么意义啊 那北约是以后再说呗 所以你看乌克兰的人他也赚到了 哎我又第一我释放了 我要加入北约的这么一个声音 这么一个外交声音 这么一个政治声音 这么一个军事的声音 是不是 同时呢我又从美迪 从这个拜登那里拿了十亿美金 这么一小一国家 十亿美金够他花一段时间了 是不是 所以他都赚到了 普京也赚到两件事情 乌克兰的总统也赚到两件事情 那拜登啥也没赚到 拜登花了十个亿 完了以后呢也没有转移视线 那国内的事情 这几天在西拉里的事情 又越闹越大 你说是不是 哎呀 完了以后西拉里和这个 克林顿一失守 那拜登奥巴马也守 也hold不住了 我觉得这个很有可能啊 拜登会被弹劾掉 以后啊 你看着吧 形势基本上 接下来就是急转直下 但是相比拜登的这个困境呢 最想不通的就是细胞子 那细胞子因为他你想想 他现在身上一堆的麻烦 他都多久没有出国了 他不敢出国 他怕别人把他给做了 给暗杀了 因为你把给这个世界带来的 这么长时间的黑暗 他不敢出去 他特别想摆脱困境 什么事能够摆脱困境呢 就是希望能够打一仗吧 但是他又不敢打 他敢打台湾吗 他不敢打也打他死定了 是不是 所以这时候他把所有的宝 都压在普京的里 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 你要不睡我睡我 人家彭丽兰也可以啊 只要你看得上就可以 你要多少钱给多少钱 你要青岛就给青岛 你要东北就给东北 结果的普京呢 你看那人家来了以后 也没有参见你什么狗屁的奥运会 是吧 直接谈 也不搞什么什么隔离 谈完了以后马上 所有你的国民宴都不参见 直接开飞机就回去了 又你拿到了 是不是 所以你说你说包子里 花了这么多钱 这是什么都没有得到 完了以后困境继续亚历山大 完了以后前你签的合同 你又出去了 你总不会说我跟你签的合同 我又不算了吧 那是个历史文件 我不算数 你刚签的还没开始呢 你敢 他们说了啊 说说说这个普京跟习近平 谈的时候啊就讲过 说你签的合同就要实现 你可假的不要像跟美国人一样 你签的合同就是一张废纸啊 你如果不签合同的 你如果不对现在 我绝对收拾你啊 他们说很有可能啊 中美中俄之间有可能 因为这个合同的事情 你如果不对现的话 是不是你把你整个东北都给你吞了 都有可能啊 那当然如果吞了 东北人就就就舒服了 至少当俄罗斯人肯定比当中国人要强了 强了很多是不是 所以包子弟是典型的 是什么是赔了夫人又蛇兵啊 据说这两天想自行短见想自杀 当然这是夸张的啊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元老派改革派 就为这个事情跟你闹的不行啊 就是你不是说要搞要开放 没有跟俄罗斯搞好关系吗 要搞这个那个的话 你不是说要让给中国再换那20年的发展的时间吗 你现在俄罗斯又不打 你所有的计划落空 你跟我给一个说法吧 你这个一万一到底怎么办 你现在国内穷成这样 你把这个钱砸在俄罗斯 你花那么贵的钱去买这个 那么那么高的价格去买俄罗斯的石油 你不是有病吗 是不是你说伊朗啊 整个中东的石油那么便宜啊 你为什么不买啊 你你你哪有这样大傻逼的呀 你一定要有一说嘛呗 那又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又给他的反对派制造了一个 几乎你无法反驳的这么一个口实 你说包子这他想不想死 他真的想咨询短见 他当然他他他没有那么有羞耻性 他肯定不会自杀了 但是的确是赔了夫人有蛇兵 所以你就知道吗 今天这个世界就是流氓政客真的是 哎呀就那天我说的 就是就是这个习近平和拜登 那都是一些小流氓啊 普丁才是大流氓 你小流氓在大流氓面前你屁都不是 你把你们转的算的是一弄一弄的 你没有啊 那你不觉得很好玩吗 是不是所以我还是一句话啊 江还是脑子呢 普丁真牛逼啊 就是要骗习宝子这种人 习宝子是个250 那个但是他当然他在中国他也没事了 因为中国的屁民都听话嘛 是不是搞了这么大的事情 美国就不一样了 美国拜登你 你这个事情你没搞成 你接下来你看他的压力有多大吧 我们就且等着啊 谢谢